因為你長時間都在吃肉 夜市你去吃 你吃肉要吃完時間長了 你現在早上起來 還要吃東西 有些都沒有效果 這是地書 嚴重的其中一個部分 我們現在再來看 舊金山和平條約 他的簽約日是1951年的9月8號 生肖日在1952年4月28號的晚上11點半 生肖這天叫做終戰 我們現在說的是重點非常非常重要 就是為什麼台灣 我們過去我在民進黨25年 今年第20兩年 為什麼說要主張獨立 沒有辦法獨立的原因是出在這裡 有的人說韓國也是跟我們收工 為什麼韓國獨立我們就不能獨立 問題也是出在這裡 我們現在就來看 主權三分之 跟管理跟民理跟主張跟義務 這就是說 主權就是定義一個主得權 完全的主權 完全的主權 就是在地上物的主權 加上土地的主權 就是定義 管理主權跟冷土的主權 再來第三點就是 主權的管理跟主權的義務 這就是冷土 這就是冷土的性質 要有territory 我們現在就是說 這個 right跟title跟clin 跟application 這就是一個義務 我現在要說的 我現在要說的 我們這個管理跟這個 租管跟管理 這都要分補很清楚 上面叫做完全的租管 來 譬如說 我這個手機 你如果是單獨說手機 是不是跟那個蚊子而已 手機 就是跟那個盒子 這叫做手機 但是我們可以打賣 不可以使用 裡面是不是還有晶片 還有軟體 這叫做完全的手機 就是定義我們現在要說的 地上物 我們的地上物 我們住在這裡 我們沒有什麼租款 我們是拿到什麼錢 所有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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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這個租款 因為租款在哪裡 日本天皇 是日本天皇 在日本天皇 還有 這個right和titel 因為我們是併著領土 不是殖民地 你如果一面地 你就可以掛念 但是領土 它沒辦法掛念 就是這個clin 這個主張 這裡 這在新台灣論裡面 在1990億的第二條 就是我們和平條的 阿迪特布 第二條米 日本 為人說是 all right titled and clin to vormosa 包括 朋友 這個clin 這是一個主張 是一個主張 譬如說 四位設 這個 美國的兩台 大防風 的建造機 他為什麼 他不降到屏東 他不降到 在台南 他也可以降到屏東 有些問題 他說 他那個引擎 出帽 黑煙 派他去 還是怎樣 這個建造機裡面 有兩台的發電機 你派一顆 也要還有一顆 跟剛好兩台都在派 這人問他 他就這樣 殺到黑白亂端 這就是這個主張 宣示權 宣示權 就是說 我今天要降落堆 就是要降落堆 這是我贊的 這個領土 這就是宣示權 主張 但是你今天去 你這兩台發電機 如果把他背過 縮連 美國這兩台發電機 譬如說 把他背過縮連 會怎樣 水龍爬下來 因為這是我的地方 包括爸爸水災 你有看到他在生機 一個十五 他沒有秀他的肩章 美國國旗 就是代表 我什麼時間買下來 就是買下來 這個意思 這個意思 它是放棄台灣的 權力 名義 和主張 這就是宣示權 我們再來看 我們再做一個比較 就是說 當時在歐戰的時候 義大利條約 也很長 他在1947年 2月10號 第幾十三條 義大利 為人是 歐 right and title to ソマリ亞 但是義大利 沒有ソマリ亞 他這個領土 所以說 他要放棄兩項 就是全部放棄 title to right 他沒有那個困難 沒有那個主張 就是放棄這兩項 這是新台灣農總有 來 現在這個 台灣民政府 你們在禮拜 你們拜五禮拜 對不對 有人拜到進來 你進來大門 大門的旁邊的代理照 那個是什麼 你還沒注意到 那什麼 台灣政府 對不對 你們要回去 你們注意給我看看 但是你進來 跟我們來大門 大門進來 那個 那些地方公司 那個那些 要進來大門 你進去頭那裡看 那還有一個台灣民政府 那些地方公司 外地高級班 已經都上過 現在 說 這對台灣政府 對台灣民政府 這我聽得不好 我剛才有聽到 我告訴你 你坐一會 下樓 我幫你做 最初的改積 三個叫做美國軍事政府 United State Minister government 這個N就是軍事 G就是政府 美國軍事政府 台灣Sever government 台湾民政府 台湾民政府是美國軍事政府的家庫 就是那個保護傘 我們的頂頭喪失 就是美國軍事政府 也是在國防部 他的頂頭喪失就是美國總統 台灣民政府 這個民事政府 民事政府 是要管理我們的內政 包括我們的憲法 內政 這我們都要管理的 包括稅金 也是都在收的 這個美國軍事政府是要做什麼 他是保護我們人民財產生命安全 美國軍事政府是要做這 他不能幫我們收稅金 包括劉文政府也是 他是代理 次占領國 就是代理來幫我們占領的 他也不能幫我們收稅金 他也不能幫我們收稅金 胡מח 不是 裡面已經組織架構 全部都是好 包括我們鑿 Ada 兼職是在做什麼 包括我們這時候 是不是在軍政時期 軍政時期 軍政時期有三種 再來就是什麼 訓政 再來就是憲政 我們政府在訓練嗎 我們政府就是在訓練 這些初級班高級班 這些專訓我們就是在訓練 我們的憲政 我們的台灣基本法 你們那本 紅色的那本 對 那就是我們的基本法 我們都要做得好 我們要準備好 準備好之後 美國說OK 好 我們軍事政府切體 這個司務 這個民 拿掉 請問 那四季要怎麼做 你們的新聞政就是什麼 你們拿到那就是什麼 台灣政府 這樣我們的這政 百分之百一定這政 這要打破了 因為他不用再經過這桌的手術 不然現在台灣民政 以後還要再一次 是不是再麻煩一次 你還要知道這個意思 我們這件事 我們這件事 因為沒有要有相亂 所以說 台灣民政府 它會在運作台灣政府 有一些 像以前的衛生局 新聞局 是不是都猜測 並做新聞處 跟衛福部 這就是軍事政府要接的單位 局是國家的單位 你要怎麼選這個 美國有在做嗎 按部就班 我們盡量地做 但是盡時 不能說是 扶上台面 我們北市長也有說 美國 他會用什麼 無縫接軌 有的人 做到軍事外 他也說 舊人有夠壞舊的 中央阿嬤說 有一個那個那個那個什麼 民郎 什麼叫做民郎 是不是說 當時要執政這樣 叫做民郎 他說 對阿 如果我說這樣害阿 你損害阿 我們要接掌政權 我剛才有說過 什麼叫無縫接過 就是完全你名字起來 國旗換了 你也相同在上班阿 那不是這樣 你如果今天把你選佈的意志 當時 是不是會產生暴動 這樣要怎麼叫做無縫接過 是不是這樣意思 所以就是說 所以就是說 我也說 你拜託 頭部比較正前的好不好 如果有民郎的話 你們都沒有機會 我說這樣對不對 大家就收招 幾幾幾就OK阿 他還有這樣 一幾都四五十個 這樣說到這個 現在是 初一班你們在選佈幾幾了 好像百幾幾了 我第八幾 所以沒關係 我們都收工 你們都有機會 也好運 不然要怎麼樣 就好運 來 這是 我們還有一點 我們來檢討一下 什麼叫做 國際戰爭法 這是我剛才說的 蘇聯不得移轉主權 這是在美國的陸軍叫戰所作的第六項 第一項 第三百五十八條 所延伸出來 這不是我們這樣說 親再講 我不會講 根據這個法源 再來就是 流亡政府不得就地合法 這在倫瓦和平公約裡面的第四十七條 裡面延伸出來 這都是一個法源 你如果 佔領 可以移轉主權 這些 都叫做美國 都叫做美國 包括日本也是美國 這樣 不行 所以說在這個 1830年到1840年 那些拿破人 那些時代 都是 藉到 就是戰地為王 這藉到就抹黑了 但是這樣不行 從那個時代開始 就是 藉到 你不能移轉 這個 國家 的地区 的 租返就對了 來 流亡政府的定義 流亡政府的定義 就是說 你對你自己的地 流亡到 他國的地 但是你不能在 他國 建立自己的 這個 租返 幾個 法國 流亡在倫敦 法國 流亡在倫敦 倫敦 這就是 他流亡在倫敦 比利丁 倫敦 倫敦 統治是 這兩個國家 都被帝國 建牌的時候 他流亡在倫敦 收都 都在收都 韓國也收工 韓國在疫苗控訴 年的時候 他這個管轄 治理權 來交給日本天王 但是 法國 要握 有 領土的租款 所以說 他流亡在 中國的傷害 咖哩 相害 那中國呢 Chinese Israel Government in Taipei 簡稱CT 就是 剛才我們秘書政府說的 青榜 公英 加拿大 是台灣的 這樣感到 不是台灣 台北 中國 就是 中華民國 中華在台北 台立 台立 他們去 帶他們 比賽 這樣有清楚嗎 這是在美國的 2009年4月7號 這是聯辦歡迎的破月 有這五點 這應該我們大家都要知道 在初級辦理就已經都要知道 本土台灣人沒有國籍 沒有國籍 這個 政府 我們還在 政治煉獄 台灣 仍然 在美軍 軍事 佔領中 到這頓要時 這個 這個 行政單位 美國的行政單位 就是 國務院 就是像我們這裡 台灣民國的行政院修綱一樣 這台灣民政府 這我剛才有跟你們解釋過了 再徵法的體系和氛圍 這五點 1907年海牙第四公約 第二點就是日內瓦和平公約 第三點就是國際紅石智慧的總占層 優冠建政法的部份有百多條 第四點就是美國最高反應優冠建政法的破壞 這也有百多條 但是第五點 美國陸軍總使 這個有三千六百多條 這個叫做國際戰爭法就是對這裡 所有的這個破壞 戰爭法它不是條文式的 它是這個慣例 慣例法就是當地 它就直接就可以建成 這就是慣例法 這個也很重要 國家的四項的要素 要成為一個真正的國家 我們要有這四個條件 要有領土 territory 要有政府 government 要有人民 people 要有選舉 制定 憲法 以及外交款 請問 這個領土 那是我們的 政府 那是我們的政府 不是 我們那是 中華民國的 人民 不是 所以說 後面 那時候做領土 他們的時候 他還有向聯合國 要入聯 我們就好 大家一起關錢 要去聯合國 其實他們都在那裡插頭 你知道嗎 這個文 送去聯合國的秘書長 潘基文 他說 哎呦 哪有 從這個 看著這個 台灣 人民共和國 怎麼有這個國家 我怎麼不知道 他看著就是中華民國 這樣 大陸又拿出來 已經十四次了 這叫做 翻查 驅業 你根本就不是國家 這有1994個國家 如果你如果你是一個國家 我跟你說 你不用申請 聯合國 他就主動 來幫你邀請 很簡單 但是我們不知道 像我這樣25年 也和這個 這個 這10點 這也跟那都有關係 這年輕人 發衝就衝 全面都會 這是 過期 我們就怕不到路 我們現在 有這個法例 這條路 這就是我們為它 真正的 生路 其他都沒有路 火花都總 變成都不變了 你要獨立 以前還很好 那個理念 台灣是一個主反獨立國家 我們聽得很爽 沒有錯 但是 在這1999年 林佐水 他把它蓋過來 蓋作台灣是一個主反獨立的國家 名叫作 中華民國 這樣就剩下了 這樣就害了 這樣就害了 還用那個 那個 民主進步黨的那個旗 那個旗 那個旗 有做什麼 把它放在十字路口裡面 你注意看 是不是這個十字路口 你要走在哪裡 沒有方向 沒有目標 對不對 所以說我們不知道這個用語 各位我們現在知道嗎 就是法理而已 我們不用拿刀 不用拿刀 日本 是有什麼 造料導航的 原主 美國是什麼導航的 是讓我們用原主 被導航的 這樣對不對 這樣對不對 這支比特比書頂 發理啊 那你們想過 來 凱羅宣言跟佛斯坦公告 這個凱羅宣言 宣言是一個Decoration 它不是曲題它不是條約 所以說我們公司跟公司的簽約 是不是要開這個說明費 對不對 這個說明費 開開了 就是說 我們要接近這個簽約裡面 是不是要再一次的這個 會中會 就是說 比較穿進去 我有這個公司 我的機密 像說 譬如說我做的這個油 吃了會被淹蒸地 你不能把我塞料出來 就是機密 機密 你說說好 兩個公司 都有同意了 同意之後要怎樣 什麼 簽約 合約 對不對 這個簽約之後 是不是我們要 將這個 說明費跟會中費 這個 那個 說明就對了 你一定要按照 這兩個 講的 這個 問題 跟一些意見 我們都要寫在這個 合約書裡面 那叫做意象書 意象書 你寫寫之後 我們再簽約 簽約之後 是不是我們要再簽約 簽約行 說明費跟意象書 這樣是不是就 不好 開羅選演跟波斯坦公告 就是這樣 的意思 但是 最後的簽約 是以什麼為主 蛤 舊金山和平條約 是不是 二十七條裡面 都寫得清清淡淡 這兩個是不是不好 不要叫你說開羅選演 這是不好 因為開羅選演 就是說 那個 羅斯府 邱吉兒 就是英國首相 跟金戒祥 但是 那時候 在1943年的 十一月 二十六到二十八 在談判的當中 你知道 那個時間 台灣要再上海 又是在日本天皇 但是那時候是殖民地 那時候如果真的 戰爭 失敗算判之後 那時候 我們是一定 會用掛尿出去 但是在1945年 四月初 之後 學病在冷土 就掛不出去了 是這樣的 的關係 所以說這點 你們一定要搞清楚 因為今天 我是給你們一個概念 因為你們是一個初學者 學識 話真的說的 說什麼 什麼健全法 什麼國際法 我聽到都沒有什麼 但是你回去 一定要再看 裡面所有的內容 我今天所說的 都是在我們的教台裡面 但是 我是把它精華 比較重點的 我把它拿出來 來幫你們改稅 不然你們再看 你們不知道 聽工師跟你們說 做一個改稅之後 你們就聽說 原來就是 台灣的問題就是 出在這裡 不可以獨立的 原來你們也是在這裡 來 這個台灣未來路 要怎麼走 就是說 台灣 我們不能走向 共產國家 台灣也不能跟 中國統一 我們的中指 台灣民政府 為百姓 無福利 處處為民來接受 這就是 我們秘書長 答應美國的條件 來 這是你們福利 你們的權利 生涯的規劃 由你們做主 好 這個十分鐘 這是國際泛日線 這是我在 買過美國的當中 我剛睡醒 剛看到這個京城很漂亮 因為那個在加拿大 阿拉斯加的上面 那些都熟 這很漂亮 這來吸進去 都在冰城 都在海 這是在美國的單位 來 這很多 這就是我們 在華盛順特區 叫什麼 台灣平民政府 這是第二樓 第二樓 這是我們 國際記者會 這就是我 這是我們的律師 律師 我們看起來 我們沒有像中國人 我在那時候 你再想說 美國人 的臉 也沒有像台灣人 美國人 他第一位 議員 你是中國人 因為他所看的 他沒有看到台灣人 但是要對誰看得出 對我們的表現 因為我們坐在那裡 尤其是我坐在最初一回 我剛才站到那裡 我又不敢看到 夫人 因為我怕他看 他的金鐘 後來我說 夫人跟他怎麼樣 金鐘怎麼有什麼 那時候在那裡 可以幫我代替 鑽研 沒辦法 金鐘也沒辦法 所以說 他在禁城門 他只睡了一點點而已 他就是 讀這個 律師 給他這個 所以說 有記者 美國的記者 他沒有跟他們比大頭髮 他說 我們這裡 我們台灣人 原來台灣人 追蹤就是比中國人更好 就是在這裡 這部分 你看有沒有 都坐在坐 就是我們的 世宗的鳥 這個好靠 一阻伏下來 都掛在這裡 不然圍掛管 圍掛家 因為人 有關家 你如果坐下來 是不是都收工 所以說坐下來 看起來很漂亮 拍手就都一致 這就是我們 如果 隔離班後 之前訓練 你們就要請世宗來 這要說 今天說不完 這是在我們 我們在日本 他們這個高校 這是在日本 我們去的時候 都看到 他們的景色都很漂亮 這是他們的家 後面就是都有基盤 這是魚 這 這 一百四十幾年的 紫藤花 這都很漂亮 你們看 這樣你們看 有 這是泰國的 這是一隻半斤 這是我去 我專門在抓蝦 這就是我 在蝦裡 剛才那個意思就是這個意思 你們看有沒有 好 台灣人 好四萬人 台灣民政府 這意思就是 好 我們蝦裡 為什麼 這個意思 不如說 台灣民政府 全門在騙 你們聽到有沒有 就是這個意思 有的人 隔天就要說 人家你看 你用騙去 比較不清楚 就是這樣 你給我看 我跟他們比較不清楚 結果這個記者 現在是台灣民政府 他也是上初高級班 來 我現在就是要說這個 人生是選擇體 不是是非體 什麼叫做選得體 不是對 你要怎麼去幫他選得 這個好的 不是對到不對 你要怎麼去幫他選 我們有一個動心 有哪有一個動心 就是這個先生 他選擇 他選擇 他在特國中的時候 就是美軍 那時候已經 就是我們河邊條 已經簽好了 1952年 他住在高雄愛河 美軍 有軍軍 有一堆孩子來 那個孩子 才跟他 年年 上下而已 差兩三回 但是 他願意 不是說太好 他也可以單次 今晚 早安 如果拿水果 我們那裡高雄是出山 近秋 他們是拿捧果 都簡單的交談而已 但是 孩子跟孩子 在學習這個議員 每天都在說 很快就學會了 但是 他們那個軍軍 一來 都兩年 但是 他有特別的任務 會再加一年 所以說 在這個兩年 三年當中 也有發生一個小插曲 就是說 他們軍軍來的時候 他那時候的馬桶 就是用馬桶 這個先生 跟他說 要去便宋 要方便 看這個 看這個 他這樣沒收工 冠軍又跑回來 跑回來 我們用兩袋 真的用的 舊的 放了 再撞一下那個 好 那 冠軍 放完之後 再跟他走 跟他走 你看 那時候美國人 很先進 你包括我們這個秋季 他在他們30米前 這個人他們沒用 他們30米前 就是在用這個 美軍陸戰隊 都已經在用 阿蘭軍 大家在用 所以說 他在這個當中 他已經 高中 三年之後 也差不多 國中都被壓 高中 他這個英語 已經學習了不錯 算中上 高中被壓之後 他現在是不是要找頭 但是 他們堂哥有一天 說要去烤託服 他也說 好啊 如果要烤託服 我順便來 順便去 順便是我們兩個 都順勢 都有割到 但是羅衛 他去應徵 是這個 美國的這個 這個 軍艦裡面的 這個福利社在服務 現在之後 他的兵機到 他做兵 他做兵 現在兩年回來 哇 是呀 沒頭路 他在找頭路的時間 現在公司又卡電來給你 說 先生先生 你怎麼還想要來我這個公司上班 他說好啊 但是這段 就是十八年 這十八年當中 他也帶母子 生兒子 生兒女的後生 一個祖兒子 跟我相同 我們要生兒子 就生兒子 要生兒子 就生兒子 就生兒子 比較糟糕 剛好人說一百分 然後 這個 卡特 算那時候 已經 中華民國跟美國 等高 就是 1978年的 12月30號 暗時的12點 等高 等高 現在 卡特要跟中國建高 那就是建交公報 要建高的時候 是 1979年 4月10號 建交 但是他有條件 他說你要 要跟我建高 沒關係 你要 美國的第七甘隊 要 退出 退出 所以卡特說 好 他退出後 哇 那要怎麼 那個先生說 落頭了 但是 美國有關 但是有一個政策 你如果在這個公司 住了15年以上 你可以移民過美國 但是那個先生 住了18年 有夠主婦 但是他回來 跟他們太太參加 是否要移民過美國 現在參選了 好 這就是 人生 重大的選擇 就是你選得 你有你的理想 你有你的目標 你有你的方向 你如果選得到 那一天來的時候 可以改變你的人生 這個先生 這個先生 你知道嗎 他要 賣戶 賣地 理想背景 這種的情情 是真的說 很難捨得 難人難捨 你現在過 你還要過一個 國度的 這個 氣候的生活 我 孩子要重新教育 你知道嗎 他這樣 這大 就大 35年 這 他 我過美國的時候 他全程 都有跟我說 這就是 人生的重大選擇 但是我 現在 我的選擇 我是選擇 台灣民政府 因為這條路 但是 唯一的生路 你說對不對 我也要請問 您 您的選擇是什麼 台灣民政府 好 謝謝